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219集 鼠标回头呵呵一笑 儿童 你有这种感觉没有 我越来越发现 王宇辰怎么跟咱们一个鸟样 生理即可 心灵空虚 生活从失望 一步步走向绝望的loser 都这个鸟样 未必啊 他可不空虚 你们看 家里就有BGA风汉的热风筒 工作台上 还有四台已经拆开的笔记本 这盒子里都是CPU 最早的连奔三时代的也有 他从这行有些年头了 看得出很专业 根本不可能和你们一无是处的相比 骆家龙细细细指着工作台一些奇形怪状 鼠标和李二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工具 顿时敬佩之心又多了几分 不得不承认 大多数时候警察都没有嫌疑人那么多才多艺 最起码找片子都没人家找得好 对 这个人还真不是一无是处 鱼醉站在屋子中央 一直在看着这个房间和房间里的人 仿佛他是主人一般 这是个性格内向的人 满屋子全是冷色调 看呀 平时不怎么热情 生活简约 规律性很强 看他收拾屋子收拾得这么干净 性格很细致 你们看工作台 整整齐齐摆放得体 分类一目了然 也许还有怀旧的成分 旧式的键盘 老式的电台 还有这个木椅 老式早木的 有些年头了 不得不承认 如果他不是嫌疑人 应该比咱们都强那么一点点 最起码 他不吃公家这碗饭 也能养活自己 哟 把哥几个听得好受刺激 自己好像越来越一无是处了 鼠标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他叫小姐 不能看他外表二人 其实内心龌龊 对不对二刀 有道理 最起码咱们没钱 再回个过夜来的 怎么非要加一个道德剑团 现在大部分人 都得改名叫禽兽了 反过来想 如果他不叫小姐 肯定就得祸害普通女孩 你觉得相比 花钱能解决生理问题而言 哪一种的道德水平更高一点 怎么这歪理一让你说就有理了 再怎么说也是违法呀 是啊 道德水平高一点 不违法的 于是就有了一夜情 情人 相好 婚外恋 劈腿之类等等 鱼醉把鼠标说得雨洁了 李二东和洛家龙 痴痴笑着鼠标 鼠标不理了 一屁股把他撅过一边 爷也不服气 大咧咧坐下了 开始看电脑里面的片子 扫了几步 大探着人家的眼光 确实毒到 其实哥几个喜欢在一起的原因 也就在于此 不管怎么累吧 反正不寂寞 不像闷在单位里 明明对女明星 美女八卦抱有兴趣 还得装着 再看内网的业务知识培训 骆家龙这种感觉由慎 他已经有点后悔到内勤了 又看了一会儿 确实是没有发现 实质性的东西 骆家龙不经意看鱼醉时 却发现他根本不急不躁 根本不像急于 找到失误那种焦虑 反而像这个家里的主人一样 夺来夺去 把小小的院落 简约的卧室 以及这个客厅 看得完完整整 骆家龙忍不住出声 喂 语儿 发现什么了 我怎么觉得 你对这个贼的评价挺高的 是挺高的 出乎意料啊 说不定 我们先前的想法是错的 呦 你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了 这好像不是一个贼 那才是啥样 脸上还能挂着 李二东刚叼了一根烟 被骆家龙拽走了 不许抽 把二东兄弟给气得 诅咒了几句 拉着鼠标到外头 鼠标却是不挪窝了 继续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电脑 别那么乱 以后出来别忘记带个硬盘 遇上这种 得全拷备回去 这哥们怕是玩心颇大 走一步算一步 骆家龙上前 跟着于醉看了几眼 没看出什么来 那贼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第一 居无定所 绝对不会选择这样一个 离市区和人群很远的地方 也不会住这么长时间不挪窝 再高明的贼 他的心是虚的 第二 醉生梦死 有多少花多少 花完再偷 偷到再花 直到犯事 绝对会把脏款挥回一空 可这个人 卡里存了十几万了 第三 不劳而获的人 什么烂事都能干 什么品质都可能是 就是不可能是 朴素的品质 你看这家里 高档的东西基本没有 衣服和床单 甚至有缝纫过的样子 还有一点 所有的贼生活都不会这么规律 也不会这么中规中矩 于醉说了一堆 骆家龙似懂非懂 从任意一个细节 直亏嫌疑人的性格和内心 这种侦破境界 大多数人只是听说过 就即便你接触过 可是那些都是可以忽略的细节 往往不会引起注意 骆家龙想了想 也对 毕竟反派对接触的贼最多 要说了解贼 没有比他们更熟悉的 而于醉却像是陷入了冥想的状态 曾经在阳城的流浪 曾经在看守所的守望 那些形形色色的罪犯 千奇百怪的犯罪 他几乎接触到了一个警察 一辈子能接触到的人渣数量的极限 可是这个人 他怎么看也不像个渣呀 你在想什么 骆家龙没来由地对于醉多了一份尊敬 这个熟悉的同学 总是给他一种陌生的感觉 每次都像初识一般 我在找他的破诊 破诊 对于坏人 那里可是他唯一还完好无损的地方 对于好人 那里可能是他心里最脆弱的地方 于醉看到了旧式的键盘 看到了旧式的木椅 看到了旧式的电视机 还有被缝补过的衣服床单 慢慢地 他的眼睛亮了 你不觉得屋里缺了点什么 缺什么 这么怀旧的人 怎么会没有一点能勾起他记忆的东西呢 于醉眼睛亮着 急步上前 把鼠标和李二冬揪了枪 找 照片 画像 或许什么旧物之类的 最起码 应该能和福利院和郭峰联系到一起 陆家龙似乎想到了什么 兴奋劲上来了 四个人在屋里翻箱倒柜 连墙壁也不放过 床单入下 鸡脚嘎栏自然是更不放过 找了半个小时 愣是一点收获也没有 这可把鱼醉给郁闷的呀 就像是高潮即将来临 却一直憋着的那种感觉 憋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 在屋里来回转圈 在哪 在哪啊 鼠标累得又坐下了 不过累了半个小时 把彪哥偷懒的心思给激出来了 他指着电脑 语儿 骆驼 会不会在电脑上啊 这么个电脑高手 不至于往墙角藏东西吧 骆家龙一愣 马上奔向电脑 运指如飞开始了 鱼醉一拍额头 指着鼠标骂 真是丧文星 吃不说早不说 老子刚发现这一漏洞 你倒先说出来了 智商上有优势的人 不适合那政治的 李二东早就好奇地趴到电脑边上 看骆家龙操作 要论玩这个 本届学员骆家龙早就没有对手了 先是从DOS状态查找隐藏目录和文件 还真有 不一会儿从地址条里输着命令 Windows状态显示出来了 照片 果真是照片 儿童福利院的照片 有好多张 按时间设计看 西湖能看出建筑的变迁 一点也不错 楼宇晨是个怀旧的人 他总是在特定的时间 去儿童福利院看一看 还应该有 既然怀旧 就不至于只有让他怀念的地方 而没有让他怀念的人 骆家龙僵了好大一会儿 又开始运纸如飞了 固定的存储查遍了 剩下的只有一个地方 网络 云存储 QQ密码 网络保险箱 网盘 网络空间 骆家龙在电脑上搜寻着蛛丝马迹 然后连接着网络 一点一点的搜索 碰到有密码的地方 又是满头大汉的破解 其实人在沉迷的状态是一种幸福 为了一个目标而孜孜不倦 上下求索 在不断的希望失望的更迭中 会忘记忧愁 疲累 以及任何能够带给你负面情绪的东西 于醉燃起了一支烟 他看着忙得满头大汉的骆家龙 再怎么说还是有一点歉意的 他说不清楚自己 为什么拼了命地办这一件案子 而且越往后 越觉得兴趣很大 这嫌疑人越不像贼 也越让他的好奇更甚 他抽着烟 无聊地把玩着马丘林送的那枚硬币 硬币像是有生命一般 在他的手背指缝间翻动着 在他的手心里旋转着 在他的腕间滚动着 像个精灵时隐时现 也就是实在无聊了 才学会了这个玩法 可要真正在这个行当登堂入室 又要品尝多少不为外人所知的寂寞呀 高手是寂寞的 贼中高手也不例外 就快见到了 就是不知道 在那个寂寞的高手身上 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找到了 藏得很深 用了三处密码 骆家龙一点击回车 人一靠椅背 一个擦汗的动作 长舒了一口气 鱼醉惊声而起 看着屏幕 一张扫描的照片 慢慢地显现出了他的原型 鱼醉笑 会心地笑 照片的中央 坐着一位相貌清爵 和鱼醉手里的照片 几乎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看样子四十岁许 根本不像脸上 就写着丑恶和恐怖的老改犯 他身边围着几个懵懂的小孩 三男一女 最前面苦着脸的是楼宇辰 站在老人身后的 个子最高的是郭峰 还有一位靠着老人和小女孩的 另外一位小男孩 无从知道姓甚名水 打个赌 这个人 就是黄解放 黄三 可惜 没人往上面下注了 再打个赌 黄三还活着 剩下的两位 横横惠惠 还有我们抓获的 涉案的两人 这也正是 他们抢着把事情 往身上揽的原因 他们根本就是一家人 这个赌 我想做庄 有多少处都是通吃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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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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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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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